四門房車 因為進出方便 以及夠用的內部空間 一直是市場上最受青睞的款式 不過對於一些 喜好速度感的玩家來說 實用與享受 如何才能找到平衡點 的確從去年開始 房車不再定位成單純的房車 因為製程工法有了新突破 而且合金材質的強度 也足以應付更激烈的操駕方式 所以現在的房車 已經不再是比空間大小 大家比的是 誰的性能更棒些 因為在50-50的一個分配上 表示我們前後輪的一個抓地力 能夠在過彎的時候 保持得非常均衡一致 那如果是一般房車的設計 配重不是在50-50 這樣一個原始設計之下 在激烈過彎的時候 它容易是比較車頭 因為配重比較多 因為引擎的關係 重量比較重 那導致它要過彎的時候 極限過彎的時候 那就可能在車尾上面的一個 循跡性 抓地力 相對會比較少 不知看不見 摸不著的設計 外觀上為了降低風阻 遊艇的流暢感 也都被車廠拿來當成 陸地上的速度線條 那製程工法呢 其實大概分兩大類 一類是採用卯接跟膠核 這樣的一個航態技術 那這樣的技術呢 可以在低溫的 這個常態狀況之下呢 就能夠讓車身結構 能夠阻接起來 而且呢 完全不會破壞到鋁合金 剛性 那也有一些採用的方式呢 是採用所謂的冷汗的工法 就是它會造成 鋁合金這個低溶點金屬呢 它有一些強度上面的一個受損 而且也會增加一個車身 的一個重量 不光是設計上的改變 房車跑車化之後 大家也開始加強懸吊系統的 穩定性與靈敏度 甚至還結合電子動力 輔助轉向系統 雙管齊下 房車想要帥 一點都不難 不只歐洲車系 開始讓房車跑車化 日系車也看準這股風潮 大幅提升家庭房車的性能 將近300匹馬力 外加全時四輪傳動系統 以及可變有力分配系統 這樣的房車外型 跑車鞋頭 您喜歡嗎